Hello 大家好 晚上好 現在六點鐘 天都黑了 大家已經看過我盆菜怎麼做 當中都有燜冬菇 但我又考慮到 其實過年菜式 有很多是基本食物 基本食物的意思 就是有些基本食物 你就真的要學 所以今晚 這一條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基本的東西 當你學會了之後 做其他菜式 燜冬菇永無脫 那是什麼 今晚我要將 乾冬菇起死回生 可以的嗎 接近 就不可能跟新鮮冬菇比的 但是口感 絕對是有新鮮冬菇的口感 這個是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這裡有什麼不簡單 你懂的當然簡單 不是的 其實我覺得 做人的事總有第一次 第一次是最艱難的 大家說是不是 小孩子 我就很尷尬的年龄 我弟弟就很幸福的 為什麼呢? 他上課有得學電腦 我上課就沒得學電腦的 直至到我30歲之前 其實我是電腦盲來的 電腦白痴來的 但是我當時 我只是懂得開接龍的 當時我雖然做金融 接觸了很多電腦 我的同事都很喜歡玩電腦 80286那些 一直砌上去 80386那樣 一直砌上去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的 我一直都很怕電腦 直至到我30歲之前 我只懂得玩接龍的 我連怎樣懂電腦 我都不懂 你說死了嗎? 但是我在2002年 即是沙士之前的 真是神推鬼瘡 沙士之前的 大概三四個月左右 我突然下了決心 既然我都要做金融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要學電腦呢? 接著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要學電腦呢? 接下來世界的trend是怎樣走呢? 我要生存的話 我要學些什麼呢? 誰不知就是這個這樣的想法 我呢 就在2002年的11月 下定決心 學電腦上網 上網那時候認識的 不過都是很白癡那種 好像現在很多老人家那樣 我不是說老人家白癡 即是他們認識不深 那我就在2002年的11月 直至到沙士 又是一個契機 那我呢 從2002年的11月 去到1月 這兩個月之內 我又完全的電腦盲 學會了所有的電腦維修 Excel Word 上網 怎樣去post post這個提示 全部學會了 基本上呢 接著打後那20年 我全部所有 我整電腦啊 怎樣去維修啊 怎樣上網啊 怎樣去搞那些網上生意 我全部都無私自通 因為為什麼? 源於我一個決心 和一個決定 好不好? 那所以呢 大家記住 雖然我口頭禅 經常都說很簡單 但是其實是 大家沒接觸過 或者是沒想過 可以這樣做的 行不行? 廢話少說 我知道很多人 不喜歡聽這些side story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頻道呢 是非一般的頻道啊 因為 有兼負三個功能啊 第一個當然是 跟月揚的朋友分享 我怎樣煮菜啦 是吧? 第二個就是因為 我要照顧老婆 我要宣洩情緒啦 所以呢 我要平衡情緒的時候 我要拍片啦 因為我老婆是說不了話的 現在 那所以呢 基本上全日呢 就是 除非我對著大家呢 很心花怒放地 去表達我的情緒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呢 就活在一個 啞巴的世界那裡的 那當然我兒女會跟我聊天 但是說的話 就是另一回事啦 是不是? 那第三樣東西呢 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 就是可以是繼續給我去學新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的 喜歡呢 其實是我那種動力來的 就是 是可以是去到呢 是 令到我更加前進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斷重複去 去去去去去去 就是練習 或者是複雜 我以前學過的東西 那變了呢 我複雜一下複雜一下 熟了手之後 之後就自然就會想到很多東西出來的了 OK 行不行 那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人是要動動 才可以跟骨動 才可以保持健康 人呢 是要保持這個腦部的活動 保持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 才可以呢 是進步的 還有是長壽的 大家說是不是? 好了 真的很多廢話 不說了 幾分鐘 今晚做什麼? 我做蚊豬手 不過我是非一般的蚊豬手 那大家開眼界 看看我怎樣做蚊豬手 那我就不是用一般穴廚的方式 好了 那 我說基本功 冬菇 首先呢 我這裡就已經浸了幾個小時了 就拿暖水浸幾個小時 那如果呢 其實最理想的方法呢 浸這個冬菇 就是隔天晚上拿冷水去發它 不過 都不是一定需要的 通常呢 我們下午買完送回來呢 晚上煮飯的話呢 拿暖水浸它 大概兩三個小時呢 那些冬菇一樣可以的 哇 那麼多冬菇 我分幾餐用啦 既然是 是是是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話 那我事先呢 我先做好了先 那 那 那這隻花菇呢 就不是很貴的 百多元一斤而已 那 半斤都是說90元 那我這裡呢 差不多買了80元 好像 就是差不多半斤了 那 那大家見到啦 我浸冬菇的時候 拿隻碟 裝著點水 摘著它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了 那 主要呢 這個影片 這一段影片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怎樣呢 死馬當活化衣 我有很多 死馬當活化衣的 技巧的 哈哈 哈哈 OK 這樣呢 那 那這隻花菇呢 為什麼我喜歡買它呢 你看 多漂亮啊 是不是 它爆得很漂亮 不過呢 它爆得漂亮呢 我估計都是人工的 但是不要緊要啦 只要不是放毒藥下去 不是放激熟下去 搞到它這樣的話 又沒什麼所謂 是不是 那 那 先切了個釘 那 這個處理冬菇呢 其實我們是所有 荷年菜的 基本東西來的 就是當你學會了之後 其實很多的 譬如說 冬菇炆鮑魚啦 冬菇炆鴨掌啦 啊 冬菇炆肉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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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如此類 很多用冬菇的菜式呢 都可以發揮出來的 啊 那我為什麼會學會了這一招呢 就話說呢 那我先說呢 2002年我就轉 就是我開始進入這個網上的世界啊 那時候剛剛三十歲 那呢 就 呃 之前呢 就我和拍檔呢 就是搞飲食的 啊 那開快餐店啦 那樣 那我們那時候呢 除了我做的豬扒出名之外呢 在天書呢 我們研發了一個 死馬當活馬醫啊 乾冬菇變鮮冬菇的一個做法 那現在呢 因為過程太繁複了 啊 你都知道 我特意要拿條片來拍片啊 那所以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挺繁複的 那今天 好像說有個觀眾說 哎呀 你簡單的東西 就做到這麼繁複 喂大哥 好吃的東西就當然是繁複的啦 你喜歡吃pure是你的事 你喜歡吃鍋是你的事 最好呢 你不用煮牛召馬丹 那就最好了 是吧 那但是 人類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自從發現了火的功能之後呢 我們的烹飪呢 就 啊 永不停止 烹飪的技巧是不是 日日有新花款 好了 那咁呢 冬菇切好了 啊 剪好了定了 接著之後 這裏呢 我們怎麼做呢 如果大家呢 看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我有一兩條影片 我曾經講過的 不過就很短時間 就不阻礙大家 哈 好 跟著然後 所以呢 可能大家沒印象 喏 想它冬菇變成這個 哈 鮮冬菇 冬菇乾 落生粉 哈 冬菇都要醃的 哈 哈 大家猜不到呢 喏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拆它 那這個時候呢 下了生粉了嘛 那我可以加少許水下去 讓它吸水 那這樣就拆它 喏 喏 喏 大家要看一下 那這樣呢 就要用力這樣 拆起它之後呢 這樣壓回它下去 等它呢 就有一個是收縮的動作 和擴張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就幫助它吸水的 OK 喏 那這樣呢 就不是說 你就這樣放生粉下去 隨便拌幾拌就算的 喏 是 拆起它之後 跟著 用音力 壓回它下去 再來 重複這個動作 大概幾分鐘左右 一樣的 喏 跟我們普通拌肉的時候呢 結果一樣 先來我不是加了水的 喏 現在它又開始吸水了 我再加多一點 再加少許下去 喏 我加完水之後 大家等一下看看 它繼續吸水的 其實呢 我之所以能夠 將這個乾冬菇呢 能夠弄到它 好像是 鮮冬菇那樣的口感 其實呢 就是這個動作了 生粉加水 然後拌到它吸水 然後再重複這個動作 直至到它吸不到水為止 原來呢 生粉加水呢 對冬菇來說有這個好處的 對呀 對呀 那 那 那 抄起它之後 用陰力 哈 不要那麼大力 要不然呢 有些冬菇它稍微弱 弱一點點 就被你壓爛的了 喏 那現在呢 又沒了水了 我又加水 那不要一開始加 因為你不知道它吸水 吸多少 OK 沒有過定量的 那麼 逐點逐點加 逐點逐點壓 那麼呢 就 加到它呢 壓到它呢 就吸不到水為止 喏 它開始呢 現在吸水吸得慢了 那就是證明呢 那個冬菇呢 那個吸水呢 它就達到到一個飽和的狀態 喏 經過我們這樣的處理之後呢 那些冬菇的口感呢 就給你純粹呢 就這樣拿下去蒸 喏 或者是就這樣拿下去燜呢 就多了一層呢 就是鮮冬菇的口感 同時間它又帶著呢 那些乾冬菇那種濃烈的冬菇香味 那你說是不是一舉兩得呀 喏 雖然說它吸水慢了 但是我這樣拌一下拌一下它呢 喏 現在呢 我就越拌越輕手了 喏 因為它已經吸水吸得差不多 如果我太大力的話 這個時候就撕回所有的水出來 那就失了我的意義 喏 喏 最後加水 現在都沒有了 是嗎 喏 喏 這個時候呢 我拌完了喏 拌完之後呢 跟著完之後呢 差不多了喏 喏 那我就 放它在這裡 讓它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 我才做清洗 做清潔 喏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質感的變化 那現在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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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粉呢 就 黏住了在這裡 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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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貼住了在這裡 那就OK的了 那 等它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後 我清洗的時候 再跟大家解釋 我們接下來怎麼做 OK 喏 這些是基本功來的 那大家 嘗試一下去學 不是很浪費大家時間 你當普通拌肉 但是你學了這個之後呢 那大家呢 就可以以後呢 就多了個選擇 還有呢 就可以令到 冬菇的菜式呢 就更加 即是感上添花 OK 好嗎 好 待會見啦 好啦 大家 那半個小時過了去啦 那呢 就看看這個 喏 就是這個樣子的 喏 這樣啦 因為 今天天氣比較大風 比較乾燥 所以很快乾了 喏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步驟 喏 跟著之後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盡量沖走那些粉 那就好像 洗衣服一樣 稍微輕輕擦一擦 跟著之後呢 拿上手 將水 輕輕的渣渣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看看 那個質感就是這樣的 那還有一點點粉 是不是 洗完它之後呢 我們就 再洗一洗它 那這一段呢 我們沖水呢 那它就可以 那些粉就沖得它七七八八了 那這水呢 都做了一點點白的 那大家看看我手的手部動作是怎樣做的 稍微壓壓它 那我現在呢 就是基本上就已經處理完了的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時候呢 它那個質感 我處理完之後的質感是怎樣 大家看不見到 是不是好像就這樣看下去都已經是好像很軟滑那樣 那現在我摸上去呢 就不是就這樣發的 我摸這些位置都滑滑滑的 那我滑滑滑不是因為有粉 那這些粉已經洗乾淨了 滑滑滑是因為 它已經吸了那些粉 就吸了那些水 那當然大部份的粉呢 我都已經是洗乾淨了 那 那 大家看看 它那個內裡是這樣的 然後外面就是這樣的 我現在摸上手就已經可以滑滑滑的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按照正常的 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去燜 那它該燜一個小時就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兩個小時 OK 那我這個呢 這一次就用來做呢 這個發財豪市冬菇的 那 如果大家呢 喜歡這個 這樣的做法的話呢 就可以跟著一起做 那我再講一次呢 就是 我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將乾冬菇 做到呢 就好像鮮冬菇一樣 又爽又滑 行不行 這個是特別的方法來的 那我相信呢 大家沒有想過會用這個方法 很多專業的都 未必會懂得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 我真的看幾十年前的那些 烹飪天書 不是賣那種 就是畫到花了 寫到滿了那些方法 那些做法 那些天書 那就可以大家試一下 那 接下來呢 我就會用現在這個 這個發好的冬菇 弄好的冬菇 拿來燜豬手 那大家可以跟著我這個做法去做 過年了 實有發財好事是不是 實有炆冬菇是不是 試一下這個方法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到底是跟以前大家所學的 到底有幾大分別 我可以拍心目保證 你一定 一聲出來的 一聲出來的 真的 OK 試一下吧 那我不講那麼多 不阻礙大家了 那我又拍下一條片 拍這個 炆豬手 又是非一般的炆豬手 在賣廣告 總之就是 我既然能拍片 當然是有些特別的方法 我就 就是 我想說一樣的 就是 天下文章 就一樣抄 是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 攀任的東西 來來去去 都是那幾種的 問題就是 在一個很荒謬 就是一個很傳統 很傳統 很傳統的 一個菜式裏面 怎樣你可以 攀出一些新花款出來 那我等下 我拿這個冬菇 這個冬菇 大家應該沒見過 就算見過 都可能睜眼睜 就沒認真 看別人 原來可以這樣發冬菇的 OK 行不行 那 接下來 我用它做的炆豬手 又跟大家想像的 有少少分別 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經常想著 哎呀我要正宗 我要什麼什麼 其實正宗沒有意思的 人類的歷史長河 已經是數以萬年計 是嗎 講著口腹之肉 烹飪之道 都講著 起碼都講著 是二千年的歷史 我問一下大家 我上一次我都講過 我說 喂 宋朝的腦肉 跟我們今時今日的腦肉 到底會不會有很大分別呢 我告訴你 是很大分別 你永遠複製不回宋朝的送出來 那我問你 那我現在今時今日吃的腦肉 是不是叫做不正宗呢 是不是 你只有不夠說好吃與不好吃 既然歷史長河裏面 遺留回來 最後剩下的 就是大家所見到 所吃到的東西 那是不是應該 它有一定保留的價值呢 其實人類 無論你正不正宗 即是烹飪正不正宗都好 人類很簡單的就是 第一要吃飽肚 是不是 第二就是要好吃 是不是 其他那些 我管得它正不正宗 OK 最重要是大家在我身上 感受到一些 自由的氣息 感受到一些 天馬行空的氣息 不是黑暗的 料理的氣息 OK 好不好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要拍第二條片了 拜拜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 可以蚊鴨腳 蚊豬手 蚊豬肉 蚊什麼都可以的 這個冬菇 最重要是做了這個 發冬菇的動作 OK 就是這樣 拜拜 會